英明男子20号晚间开车在太太以及发高烧的孩子到新北市板桥的亚东医院看诊 疑似泰心急没有遵守就医的流程 还没有筛检就想要插队看诊 甚至把车子临停在公务车专用停车阁 被警卫劝离 男子李志县瞬间断裂 在现场不断的用身体冲撞保全叫嚣挑衅 放开 又跟一样哦 我讲 我在车上 我讲 小孩在车上 小孩在车上 没有对身材 三十九度了 男子被三名警卫压制在地怒吼要警卫放开他 因为车上还有老婆孩子在看 而且孩子身体不舒服 已经烧到三十九度 不要压我 不要压我 政治声吓坏来就医的民众纷纷闪避 时间到回数分钟前 只见穿着调文衣服的男子情绪相当激动 不止大声对着警卫叫嚣 甚至还不停用身体去冲撞对方 双方在急诊室门口爆发激烈冲突 衣服的人老是蹬出去 想要我会自己的女子 他们就开始变成在拉车 冲突爆发原因原来就是因为孩子发高烧 男子一时太心急想赶快送孩子就医 车子就随意停停在公务车的专用停车阁上 被劝离李志县瞬间断裂 二十号晚上九点多调文衣男 因为孩子发烧到三十九度 立刻开车送孩子到板桥亚东医院就医 不过他疑似太心急 不只为遵守亚东医院就医流程 还未筛检就想插队看诊 甚至随意将车子停放在公务车停车阁 警卫请他将车子移走 没想到男子却突然暴怒 当场在急诊室门口和警卫爆发肢体冲突 事实上我们帮他评估之后 其实他的小朋友情况并不是十分的危急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按照顺序检查 过程当中家属跟这个警卫有一些冲突 警报获报到场处理 索性没有人受伤 双方也表示互不提告 只是男子一时心急想赶紧送孩子就医 却在孩子面前做了最坏示范 九里才能赵云杰先报导